看看現在外面的氣溫 其實就是因為 浮溶颱風往日本了 所以外圍的沉降 就影響到台灣地區 昨天有沒有熱到 昨天這個板橋35.7度 10月的這個有史以來的紀錄 大概最高就這個35.7度了 那今天看起來 也是類似有一些沉降的作用 所以其實大清早的 27的28度的已經開始出現了 今天西半部跟這個 基本上是宜蘭地區 都還是有32到34度的高溫 如果你今天出門的話 建議大家選擇輕薄透氣的衣服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颱風現在哪裡呢 就芙蓉颱風啦 現在是往北走了 所以距離台灣來講 是有六七百公里 那當然因為它逐漸往北的情況底下 會帶來一些偏北風 不過因為水汽相對來講 比較遠啊 沒有那麼多 所以呢今天就是迎風面的北部地區 偶然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那雨勢最主要 還是比較集中在中午過後的 這個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啦 哦 芙蓉真的好險沒來齁 它現在越來越強了 是中台而且結構非常的好 持續往北影響日本 看起來星期三會登陸日本啊 所以一開始我們大家也提到了 今天開始其實你看 琉球就已經受到它的影響了 不管是你的航班也好 你的旅程也好 接下來是三天 往琉球的 往日本的 我可能都是會受到 它的這個影響的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那再來就是北部的海面 東部的海面 還有這個亨春半島 其實沿海都是有長浪的 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是 這兩天如果要去海邊玩的話 特別要注意安全了 那再來就是午後降雨的情況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雨區預測 今天其實午後降雨 但是因為吹的風是北風 西北風是偏北風嘛 所以那個對流就會被吹到哪裡 花東還有各地的山區 所以今天中午過後 花東降雨的情況會是比較明顯的 跟上個星期好像都比較集中在 北部啊 週末的山區 今天看起來雨區是不太一樣了 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特別是花東地區 到了晚上之後 西半部大概雨時都停下來了 頂多北邊有一點點之外 最主要還是集中在 這個花東地區的這個零星的降雨 提醒大家今天在花東的話 降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那再來看地面天氣圖 後面那個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個中台浮潤往北了 但是在菲律賓東方的海面上 其實有一個低壓帶在 純潤欲動當中 也不排除它會發展成為颱風 因為其實條件還是很有利的 而目前這個低壓是往西的方向前進 那當然有的模式顯示 它會登陸到菲律賓 有的模式認為它會通過巴士海峽 那這樣對台灣就會有影響了 無論如何它的影響的時間點 可能會是落在星期五這一天開始 所以星期五這個週休假期 會不會又被這個低壓 甚至是颱風給搞砸了 提醒大家還是先要有雨天備案 特別接下來這個週休 是三天的連續假期 如果你有任何計畫的話 要把這個天氣因素考慮進去 那後續它會怎麼樣的變化 我們持續來看 看它的強度 看它的路徑的狀況 總之這一個低壓看起來 不是太妙 我們持續的看著它 最後天氣不可不知 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的天氣 整體來講穩定 炎熱 但是午後的狀況還是以花冬 跟各地的山區來講 會比較容易有雷震雨 注意安全 每次遇到這種比較強降雨的狀況 還是都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 好 再來氣溫的部分 今天再次提醒大家 其實星期三 星期四 東北風比較強 就有溫度會下降一些些 不過至少在今天來講 西班牧跟宜蘭 氣溫都還是偏高的 那個颱風的外圍的沉降的關係 選擇透氣的衣服 而且該做的防曬 其實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以上就是這節最新的天氣訊息了